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去很多 那为什么会邀他来 是因为我前阵子去大专联盟的夏令营讲座 然后在QA时间的时候 就有很多小朋友来问我问题这样子 然后小朋友是说多小呢 大概就是有高中生或是才高一 也就是他刚脱离国中阶段 刚考上高中 我以为他们要问我 跟什么杂志或媒体有关的问题 结果不是 他问我说老师老师 你觉得说 现在在台湾工作 就是怎么样才算是工作成功呢 或是我要什么时候开始想 我要选什么工作 而且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眉头揪得超紧 大概就是跟陈昭荣 这个比喻太老 透露自己的年龄 跟陈昭荣的眉头差不多紧 我只想跟小朋友说 你现在想那些问题太早 先好好的过人生 就找出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然后好好去发展它 现在就是先耍废就对了 过好自己喜欢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听831的 一事无成的伟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幸福号列车的现场 最近最大条的新闻大概就是 马云要退休了 那他身价这么好几百亿 为什么要退休呢 当然就是官方说法有很多很多种 但是他自己讲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非常令人玩味 他就是说 马云仍然会担任阿里巴巴董事会的董事 但继续以导师身份协助公司的管理层 导师的身份 所以马云说他退休以后必须 他想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去生根教育这一块 但其实马云在阿里巴巴创业之前 他就是英文老师 所以他对教育这件事情 还是怀有很高的热情 他受访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说 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会重职教编 我认为我去当老师 可以做得比当阿里巴巴的执行长还要好 大家有这么觉得吗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但是在这边批评马云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个人在出来工作以后 有一个职业上的导师 我认为觉得他对我来说是获益良多 就是以前曾经在鸿海工作的时候 当时共事过的应该是 曾经当过他属下 前HP的总裁陈天仲先生 然后他在退休以后 也是花了很多心力在辅导 做startup小朋友们 然后会传授很多做人做事的观念 给很多出来创业的前扑后继的先列们 那我觉得老师这件事情 对每个人的人生中 都是会有不可磨灭的角色跟意义 关于教育这一点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或是你想教出什么样的小孩 你想带出什么样的同仁 你想带出什么样的同事 应该就要从现在的你开始做起 好 下面这首曹哥的不太乖回来以后 我就会访问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像一个无助的小孩 你有什么话想说 贴近的我耳朵 心的霓虹闪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幸福号列车的车上 我是这次的代班列车长刘冠英 好 现在就要为你们来介绍 我今天邀来我觉得超酷的嘉宾 也就是我现在心中认为 应该是整个亚洲前数一数二强大的文化IP了 那欢迎杂学校的创办人苏养智 啪啪啪啪啪啪自己配上鼓掌的音效 哈啰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先帮大家介绍 像苏养智是何等人业 因为我相信曼娟老师的听众 对你可能有一点陌生 但是在我们那个领域呢 也就是广义的什么文青圈呢 苏养智可是文青偶像呢 而且我本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不要一直在诡异的笑声好吗 还想说哇哦这个型男 为什么大家都叫他校长 因为他本人是长得蛮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Google他的名字 他还上过GQ呢 那个养智呢 他其实小时候是美术班的科班生 对 然后后来又念了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 是台湾艺术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 然后又取得美国披萨堡州立大学 图像影像科技硕士 所以在学历上 其实感觉你念书好像还蛮顺遂 对不对 还行 功课不错 小聪明 但是我在研究你这个人的时候 有发现你人生中第一次的小革命 是不是 本来 本来考上师大吗 对 师院 结果后来丢高没有去念 而且我还是公费最后一届 这是什么炫耀的眼睛啊 对对对对 对就表示蛮厉害的这样 然后 后来想当艺术家 嗯然后就 去了 对就放弃师院 然后 那你爸爸把你双腿打断了 所以今天走来的是一支这样 对 断结金钱的援助 对 因为后来那个 养智在人生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创业 没有无数次啦 六次啦 我觉得很多超多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 曼娟老师听众对小日子的状况该也算熟悉 我们现在也在创业的半途当中 哇你们才是大IP呢 对然后 我们就我自己都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辛苦的 超辛苦 对然后养智就是重复在创业的路上 对创业在创业在创业这样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为什么呢 有那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小时候一直想当艺术家 嗯 虽然不知道艺术家是什么 嗯 对那 可是我觉得那个 你知道当艺术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我们叫他当真的姿态 嗯 就用命去跟他玩 嗯 没有在开玩笑 对对 那时候比较前卫 就玩一些 前卫这个形容词会用来形容自己吗 嗯 在那时候 在那时候我们在玩围墙外的 就动不动就要裸体啊 哦那真的是呢 对对对 然后 毕业后当大学老师 嗯大概两年 然后觉得 人生好像不应该这样 然后就跟几个朋友去创业 嗯 然后就一路 好像没有上过班 就一直到现在这样 觉得是真的蛮厉害的 对那 其实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真的 真的真的 你刚刚讲的那个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忤逆 你说小革命那一次吗 对对对 失怨不去念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爸后来在你那个六次创业 又一直创业的期间 他没有在说什么 啊当然有啊 就是重复把你打断的在 是不会打断 但他很担心我啦 嗯 他就觉得你就那么善良 然后做生意 因为他他们我们家庭比较保守一点 他公务人员 他就说做生意就是很奸诈啊 你你那么单纯 对啊 虽然看起来不太单纯 对 那他就说 他就觉得我不适合啦 嗯 怕我受伤啊 这跟父母的很多想法一样嘛 对 那直到2015年雜学校出来之前 嗯 有没有可能 你有想过你会做成功这个东西吗 没有欸 那当时是抱着一个什么心态 切入雜学校这一块 雜学校的前身是不太乖 不太乖教育节 对对对对对 先帮听众讲解一下 OKOK 不太乖这个不太乖教育节 嗯 就听这个教育节就怪怪的这样 对对 然后简单讲解一下 我们那时候征求全台湾所有做非典型的教育创新 嗯 体制内外的嗯 不管你是个人你是老师你是家长你是呃 业者或者是NPO NGO这些nonprofit组织 然后很特别 嗯那时候征求的我们想说不太有人 因为没有从来没有这种展过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哇全台湾来了四五百件 然后都很特别 特别的就是我真的很难讲就是有那种爸爸自己组装 然后想要教别的爸爸说 哈哈哈 那时候流行阿帕器记不记得 然后他们就弄阿帕器 然后自己跟孩子写coding 然后就弄一台阿帕器 然后从南部从台中搬到阿帕器上来 然后你知道 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 那我就说你去问问看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来卖阿帕器的 嗯 他是来宣扬他一些价值教育的理念 对所以其实你就很感动了 就这群人到底干嘛就比如外界人的看我在干嘛 就等于我在看这群人 他们到底在干嘛 嗯就是为了想要宣传一个价值 那我一直觉得 教育从工业革命以后 其实一直都没有推进了就是 嗯 没有跟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然后 孩子 我们第一届的主持绝就孔子 对那孔子就 好像很庞克的 对对对对对 嗯就乖乖做自己的孔子 对你有没有想过孔子 其实他也不想当自身现实 嗯对他如果有社群网站 他可能会想当 不知道歌星啊还是小日子的老板文创 对所以他在脸书上写说 哇靠那子录今天又来烦我了 跟他讲了那么多次 很烦 对 对 孔子的脸书 都在地死他的徒弟们 哈哈 所以我们那时候用一种 比较有趣的沟通方式 然后让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呃 我就跟生活融在一起 跟大家就觉得 每次他教育其他都觉得很高很远 嗯或者是不然就摇头 啊明明教育就很烂啊什么的 嗯那我就让他有趣的方式 那大家聚在一起有种能量 那我只是觉得教育应该还有更多的可能跟选择 嗯 对那其实台湾真的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不同的 非常酷啦 有那种在森林里面写作文 但是不拿笔 用什么 用自然的素材 来写作文 像树枝之类的吗 类似 然后吟诗 嗯 对唱歌 就是你知道太好玩了 就是这个 他有各种的探索 那我们聚集了这么多人 其实我自己也吓到 会怎么这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从不太乖到杂学校 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 唉 这个如果查不太乖教育节 第一个跑出来的新闻 应该就是我产赔700多万 哦 对就 我刚刚为什么说艺术家 我觉得不太乖跟杂学校 就很像艺术创作 嗯 你知道吗 艺术创作你不会 常常就会有人就说 啊你怎么没有把business model想好 嗯 你要怎么卖 怎么赚钱 你们这种艺术家都乱来 那我们就说 你知道吗 你如果有创作 呃经验过的 你会去想说市场在哪里 你再回来创作吗 嗯 应该不会吧 就很自然的就觉得 而且在2014年那个当下的社会氛围 那个就是很想让人家去做某些事情 嗯 然后那时候刚刚我们公司也在做策展 嗯 然后又变父亲了 嗯 所以就觉得应该为台湾的教育做一点事情 然后 对就就就 就一股脑而已 不知道在啊 那时候我2014年公司的 获利 刚好是150万 嗯 那我就想说 不然把这获利拿出来做有意义的事 就就变成杂学校 对就这样 然后那150万 就打电话去华山 场地费就150万 哈哈哈 你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我要鼓励年轻人 你没做都不知道 你一做啊 这样子哦 然后那啊 尤其是如果场地费那么多了 我们这种做创作做设计的 都花150万租场地了 为什么不把它办好一点 这就是700多万都有 嗯 希望我爸妈不要再听这段 我在听到这段的时候 突然想到那个 就是 我跟养智都很熟的 那美感教科书的团队 啊对对对 就是这几年 就是交大几个男生 然后在做那个美感教科书 就是把传统的教科书改造 嗯 然后那批孩子都 有男生有女生都很年轻嘛 对而且他们很酷 对才刚毕业不久 然后因为我跟他们也蛮熟啊 时不时会来公司跟我聊天 然后有时候会跟他们讲 你这怎么那样弄啊 这个怎么 然后就觉得他们好像忙到快扑街的时候 对 然后我就说哎你们这样 东西交出来吗 然后他们 他访问的时候也讲过啊 他们都说哦 那个书长字都已经走这么前面 而且他都跌了一百 一百多次 我们现在这样还好而已 所以在文青的创业偶像当中 书长字应该就是那个 一边走一边跌倒的大前辈这样 对 所以杂学校后来第一年就 我记得就很成功 呃第一年 其实那时候觉得是运气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收任何参展费 也没有卖门票 嗯 然后那时候办在五月 哦那个有个小故事就是 为什么是五月呢 因为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 哎华山竟然还有位置 那我们就很开心 我们就定了 就后来那一天是整年度最烂的一天 为什么因为母亲节 再加上上半年结婚最热的最热门的一个天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笨蛋展览会展览那一天 结果你们就定到 对然后还花了那么多钱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满脸的恨衣 没有啦 然后必须要讲后来呃华山有支持我们 因为第一年其实我办这个展 然后赔了七百多嘛 本来就公司差点变成第七次创业失败这样 嗯 对然后后来后来很很辛苦 然后后来可是你知道心中的火苗还是在 而且那时候影响力 我们被邀到纽约嗯 邀到各国去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怎么台湾的教育跟文化 怎么可以好玩成这样子 对然后心中还是有火苗 这就是我回来讲 就是为什么呃如果 要鼓励孩子创业你要让他找到那一种很热情的价值 杂学校就是我的价值 如果没有这一个价值 我觉得我根本撑不撑不下去创业的 嗯 的痛苦跟困难 就是我们对钱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兴趣这样子 对所以 对讲到这时候眼泪 那个卫生纸可能要再擦一下 因为杂学校出现之前 我觉得像你说你去外面参展或是做活动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哇台湾教育或文化那种好好玩 嗯但我觉得是你们的出现 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情 因为在此之前我也是台湾土生土长长大的小孩 对我从来不会觉得我只会觉得说 哦因为养殖跟我年纪应该差不多 然后又都只有一个小孩这样 对对然后我们差不多的状况的父母 然后有时候再加上自己成长环境背景 我们有时候大家会聊说 台湾教育体制其实蛮僵化的 嗯然后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 或者是再比我们小一两代的 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在非常 僵化跟严格教育体制中长大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小孩 他所接收到的教育资源 或者是他能够求助或是开发自己的管道是更多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小孩以后感觉 更是特别深刻看到养殖的时候就觉得有种想要对他唱我们国夫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很感动耶 对不对 对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像刚刚讲的美感教科书改造计划 嗯我觉得 其实很多事情应该时代在变了 然后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新的方式 用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嗯 然后但是新的方式要怎么弄呢 你要先打开想象力 那你要去实践 对 然后做了以后我一直就强调 只有做了以后才会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 那其实我也从来也没想过我今天会变成一个 杂与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IP 那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台湾其实很多都授权国外的 那种华山的展览啊 对啊对啊 那包含现在有很多TFT或DFC 不是不是不是KFC哦 DFC Design for Change 对就是教育的类别的 你不要讲还不会有人想到肯德基 不是因为我们是讲DFC 哦是要肯德基这样 然后或者是涉气流 其实这都是从国外授权的一些品牌 对 那我一直觉得台湾真的有很多好的东西 只是我们没有用一种方式 让人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是也可以授权给别人的 而且我们的价值在这世界中是非常非常独特 嗯 对 下一节回来我们听更多更多校长的秘密 你听到闹钟声 你推开了包站 你心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 英雄没有出现 奇迹没有发生 你只有枯思的这种咖啡粉 你天天看新闻 你天天看新闻 在等什么发生 你间身在床头 在起似外伤 你心没有沸腾 远时没有倾盘 只有你和女子 长满了尾尘 期待一条旅程 精彩晚饭 你却还在等 等到火灰清却 用紧急关 再开始悔恨 期待一种永恒 却怕伤痕 怕碎过半山 最后还是一个人 没有想 你孤独的生存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号列车 今天我是代理车长刘冠银 然后我们来了一个 很酷的特别嘉宾 也就是尚节的 达学校校长苏杨志 那我们这一段要继续聊一下 关于我们是爸妈的小小新生 以及对于台湾教育的种种看法 那校长您本人 对于教育这件事有什么观察 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 有了小孩哦 嗯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 我是身为不太乖教育姐的 创办人 是 那最常跟孩子讲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乖一点 而且我有时候会被媒体啊 看到什么的 就是要讲完以后 看一下旁边有人在看 这个人自己叫人家不太乖 就一直叫自己孩子乖这样子 嗯 对那 我其实 我就很特别了 那时候办第一届的时候 是觉得台湾教育真的很僵化 嗯 然后就 怎么怎么好像大家都走差不多的路 然后做差不多的事情 然后才办了不太怪教育节 然后看到这么多这么多非典型 体制内外的教育创新 然后后来 好玩的事情上 我就被邀到国外去 然后就绕了一圈 然后就在别人眼中看到 原来他们认为台湾的教育 其实很先进 是 那我每次只要讲到这个 大概 大家都会露出一点狐疑的样子 对 你确定在讲台湾吗 对啊 对那 我其实也是很惊讶 嗯 那尤其我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韩国 韩国的 教育的自杀率 嗯 就是学生的自杀率 全世界连续不到几年都第一名 以邻近国家的 韩国跟日本的状况 该都是比台湾的严重一点 对对 那更不要讲大陆 嗯 那东南亚其 新加坡当然他们的 学测成绩都非常高 嗯 他们也是一个蛮僵化的一个体制 嗯 对那当然我 我一直认为教育跟人文跟艺术一样 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对不对错不错 没错 就只有适不适合吗 对对那有没有那种 就我常常在演讲都会问家长 第一句 第一个PPT就先问 你认为孩子 这一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 嗯 你知道吗 大概最多大概就快乐嘛 然后什么意义感啊等等等 讲半天 然后就说那你现在孩子有吗 对啊大家好像没有 没有 因为他现在在补习班 哈哈哈 真的 那但是我刚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在看我们台湾的教育是很先进的 甚至有呃欧美的学者说台湾是亚洲的芬兰 芬兰是大概全世界 你知道教育创新 branding最好的一个国家嘛 嗯 然后 其实这个 其实我回到一件事情 后来我观察是这样 就是 因为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多元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 那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对 教育本质是什么 尊重每个个体 嗯 尊重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 对所以在这个程度而言 那我们当然可以延伸说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有亚洲第一个叫实验教育三法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位地方妈妈知道 哈哈 就我真的没听过 好 请帮大家说明一下 实验教育三法很简单 就是说以前 以前我们就是要服国民教育义务嘛 嗯 就只要一定要去上学 那有的人不喜欢学校这个体制 那他们可能就是有森林小学 嗯 有全人中学 有什么样的实验学校 但这就是非法的 对 就是 而且这非法是 父母要心脏很强 因为他们毕业了以后 如果你要进高中 你没有同等学历啊 哦 听得懂吗 所以对会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所以那就就是 完全的那种体制外的那种 嗯 就是在森林里面很多很多很多 台湾在二十几年前教改 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实验教育三法通过 就是说他一个母法 告诉你说 你可以在家自学 嗯 你可以团体学习 你可以成立机构 就是他打开了一个 让教育更多元的一个合法性 是 那所以现在你们有听到 像台北市比较红的 当然就是和平实验国小 嗯 他就是所谓公办公营的国小 嗯 那我刚刚讲 从不太快教育节 教育 好的教育选择权 这非常重要 就是说 以前我们没得选嘛 反正就是 住在哪边就隔壁啊 就去念 对啊啊 然后念的东西差不多 啊也没有什么 那现在就开始 像台北市有一个高中叫 嗯 隐士英 就是台北市那个小野小野当校长 他不是高职 但是他就是一个隐士英的高中 实验高中 你知道那 因为现在世界变这么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各种的方式 然后 我们 我一直觉得教育应该是这样 教育就是 像教小孩很像放风筝 嗯 嗯 我觉得这个自己讲的都很感动 哈哈哈 就是放风筝 放风筝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 如果你 孩子如果是风筝 你放要比收还要多 嗯 他才会飞得高吧 嗯 然后放风筝的人永远不知道 在上面盘旋的时候的 的风向的状况 嗯 只有他知道 所以你只要事实拉他一下 你要放 可是不能全放 全放他就飞走了 对 但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后来变父亲我知道说 因为爱的关系 哦原来爱跟唠叨是一种 职能的互换 你知道吗 嗯 为什么会唠叨 因为很爱他 但是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嗯 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突然 在内心说 哎我刚刚在唠叨欸 嗯 就一直在念我儿子这样子 嗯 那 我觉得刚刚从 呃 所以应该是说 台湾的教育 其实他还是有机会 而且他现在的多元 其实在各国 已经都是被参考的对象 嗯 就是 包括幼教 我们其实有很多人才了 那 只是说 你知道我一直想改变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 台湾教育是有希望的 他一定就有希望 对 对那 呃 杂学校其实有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只要来杂学校 你就会看到 不同的 原来有这么多这么多人在为教育的前行做努力 真的很多 我们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现场 我们看到就是感觉 每个人的眼睛都发光发热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 对啊就如果更多这样的人 然后再为教育做努力 其实我觉得 台湾是真的是 呃 亚洲教育最先进的 当然他还有很多地方要改 可是如果更多的人可以参与 更多人可以关心 而且不是一种酸民 就啊这很烂啊 我就送出国了 对啊 嗯 千万不要把孩子 随意轻易的送出国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跟 因为关系在教育里面很重要 对 你跟他失去了亲子的关系 嗯 嗯 这讲很远啊 对对对对 我只要讲到教育会停不下来 所以你好像要讲什么是不是 还是时间到 我一直在说 一直在想说 因为其实教育这件事情 那个在杂学校这个IP 跟这个品牌出现之前 其实我老实说 我自己也没有认真想过 对 我是第一年去看了你们杂学校第一年以后 然后后来 因为我又认识了你本轮嘛 然后才发觉 哇这么有才华 不是啦 才发觉说 因为自己有了小孩以后 会在想说 教育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非常困难 但是在台湾 其实我们以前没有在 给他那么多元的空间去发展 嗯 有时候为人父母 我常会觉得说 哎我要用什么来教育我的小孩 嗯 因为他会变成 不管我怎么样的客观 他也会是某部分我价值观的缩影 是 跟我的期待 即使我看完整出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但是 这还是免不了 是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杂学校出来以后 让我看到很多 就是 这个环境里面 大家为了教育去想过 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角度 嗯 所以那个刚刚在跟养智聊到说 今年杂学校还是要举办 那为什么会在 那个曼娟老师的节目里面 特别要养智来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嗯 曼娟老师读者 不管你是有小孩的 然后也有送去曼娟小学堂 或是你本身大概现在 甚至没结婚也没有小孩 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觉得杂学校活动真的很有趣很好玩 很推荐大家今年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就会帮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卢凯彤的《我们的皇冠》 作曲 李宗chienc 合转 李宗 ideological 李宗强 李宗建英 李宗世 来唱歌 李宗主 李宗盛 张 teachings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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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t 李宗盛 pl 53 李宗盛 我不再哭红颜 镜头里扯掉白上的脸 醒过来梦见花呗如烟 醒过来乱他妈的危险 抖头剪谈别对爱的和弦 我虽然去读了白天 我不得已爱上了滚满 斑斜的字乱装呆感 任性都不妥过欠 远那风不再动影不了 只要爱过的心还在跳 还有一段个理由 继续就知道 我都哼哼哼哼 满了吉他 嗯 什么事先 都哼哼哼 合照 生命里 一切不能从前 还有你 此刻恍惚追悦 开不了的门外有风险 开不了的心有些纷乱 偷偷见 划备最远的圈 我 虽然去读了白天 破不断遗憾上了的门 乱写的自乱中快感 人心要超越花再摞 后中 着像一朵 破坏 掉下之前 纵开的双汗 越过了 自责连连 越过了 不恨的夜 输不尽 拳头上肩 人啊 风不再 冬云不飘 只要爱过的心还在跳 还有一段个理由 其实就知道 我 过了 我的获得 我的黄昏 热漫了 几趟 耶 我的黄昏 热漫了 音楽 音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幸福号列车的现场 我是代理车长刘冠英 车长好像车长小姐 不是 我是代理列车长刘冠英 然后我们今天的司机大哥呢 列车司机大哥 是杂学校的创办人苏洋志 我们叫他校长 我们刚刚聊了两大团 然后才发现 其实还没有仔细跟听众说明说 到底什么是杂学校 校长来帮我们讲一下 好 杂学校其实你就把它想做 是一个展览的博览会 然后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概就是零到九十九岁 各种在做教育 学习创新的单位 个人或组织 然后我们会经过评选 然后我们就在华山 去年我们就把整个华山包下来 很骄傲的成为台湾民间展览 最大的量体 柯P是去年去看吗 对对对他很喜欢 因为他自己也不太乖 有我知道你有一句名言 就是因为人来得太多 然后柯P就来看 看你们是在展教育 还是展棘不利 还对我有点押韵有没有 对对对 但是去年非常非常的轰动 对然后 就我觉得蛮骄傲的啦 就是他的主题叫教育 那其实各国一些来宾来说 哇你们台湾对教育这么热衷 这么几万人挤在这边看教育 这样子 那我其实我也不认为他是 纯教育展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参加的人 因为我们是售票展嘛 那我们参加的人其实很多 落在十八到二十五岁 是 然后其实各国都觉得很奇怪说 这些年轻人教育 大概跟他什么关系啊 对应该以前呃在国外的教育展 大概都是一些 稍微年长一点啊 就是教育工作者之类的 对或者是教育产业人员 嗯 那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 他们来这边其实他们也在找 因为他们会焦虑嘛 他们也找各种自我实现的 想象力跟可能 嗯 对因为这边像我们很多单位 真的很特别我很难解释 比如说眼球的状况电视台 对 那就说这跟教育什么关系 可是对我来讲是啊 因为媒体 媒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途径 嗯 所以呃我为什么特别强调 零到九十九岁 因为我觉得人生中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能力 大概就是要持续不断的自主学习吧 对 对嘛 这是孩子身上带不了 我常常讲 我怎么用过去的经验 去教他 教我孩子去面对那个未知的未来 嗯 那我们到底要教什么 对啊 对啊 就那个很多国小你知道吗 Google查得到都不能教 嗯 哇那可能以前我们老师全部都要退休了 就那Google查得到都不能教 我要教什么 对而且现在其实就大部分事情网路上都找得到 对 所以你告诉他那种 那个他自己就找得到答案的小孩 或者就是觉得你很不酷 对那可是重点是你要给他动机去找 对答案嘛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方式会特别不一样 那像我们的孩子叫数学员住民啊 嗯 他们生出来就数位 对 他看到一幕就想滑 对 所以他每次要看到亮亮的他就一直在那边滑 对那我觉得应该说时代已经在变 嗯 那我们必须去做出一些反应跟创业一样嘛 对 就不可能市场变得你还在那边不行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这样子 然后就就就倒了 对 没错 因为杂学校他其实是我觉得不太拘于年龄层 对 然后各式各样的内容跟那个创新教育啊 或是比较接近传统教育 或是你想都没有想过的领域的教育 其实他们都有 那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很渣 很渣 很多 然后所以你去看的时候 你不会没有办法期待自己一定会看到什么东西 可是你去看了以后 他一定会带给你 我觉得你想都没想过的东西 对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 而且我觉得对于像我跟校长这一代的人来说 我们三十几岁 嗯 然后嗯 我们的成长背景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是算是比较乖巧一代长大 是 相较于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 但我觉得这样子长大的人或是我们心中的小孩 他其实在终身学习 或者是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学是更为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或在学校里的时候 该学的其实有些也没学 然后或者是我们某种 在乱玩对某种情况下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然后或是你遗忘他你把他装在盒子里 因为妈妈说你不行 所以有的时候你出去看然后或者再碰到一些新的刺激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想到说哦这个真的很酷 所以杂学习他教的并不是真的小朋友 而是全部的人 这样对吗对 去年 去年像我们有把全台湾的实验教育聚集在一起 是一站式解决地方爸妈的焦虑 因为 这什么over行销 不是啊 没有没有 因为真的真的 因为像我自己有在办教育 我自己会焦虑啊 那我孩子到底是不是实验教育 嗯 那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一间一间去拜访 那我就把他挤在这边 然后而且让这间学校的孩子告诉你他在学什么 那其实很多爸妈根本不管你在学什么 我光看到你那个热情 我孩子身上就是没有 嗯 对那孩子就忍忍就说啊我要直考啊 嗯 对啊 他们又不用 对啊 对啊 他们又不用考试 他们现在在创业 对啊 就是很多很多很好玩的 那去年其实做了 去年其实因为排队排到我一直被客树 那刚刚你针对你讲的杂 我们今年有稍微分众跟分流 嗯 就是呃 如果你是家长 那你就可以到那一个独立的馆 那个是准备给你看各种教育创新的路径 嗯 那如果你是比较偏年轻人 或者是你在找自我实现的可能 或者学习的方式 我们会有偏年轻人的馆 嗯 然后也会有 我们今年其实很特别 今年 其实杂与校里面有很多做社会创新的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块很有趣 对 其实真正有趣是在这里 嗯 如果全部在谈教育 其实年轻人干嘛来 就是对啊 我们孩子 嗯 反正教育以后我生孩子在说吧 嗯 而且我已经脱离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的虚拟对白都很有感情 我刚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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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呃应该说我们很多社会创新 那杂与校一直希望做一个社会影响力 因为我认为呃你知道如果每个人的认知 我们现在年轻一代的父母都认为 找到自己的熱情 比念書跟成績還要重要的話 真的 考試就不會存在 考試現在還會存在 就表示還是一大部分的人覺得 我兒子就是很優秀啊 我就是要讓他考上建中啊 所以十二年國教怎麼推不動 這都是所謂社會價值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很多標籤啊 就孩子以前 你知道現在還有這個觀念啊 就是你要好好念書 以後不要像這個叔叔一樣 在那邊修車 他在修你的車呢 你知道嗎 這個網路上其實很多在發生 那我一直常在講說 這個標籤哪裡來的 就是什麼以前不會念書 就去做黑手 然後女生不會念書去洗頭髮 對 學美髮 對 那所以去年就有很多 前年有很多美髮的來 哇 每個都是 你知道那營業的 都比我們公司還要高的 講了這段話是不是又要哭了 對對又要哭了 就是重點是 他熱愛他做的事情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不熱愛 我跟你講 沒有人熬得過那個創業的苦的 真的 又要哭了 今天又在一直在講創業 對 那我覺得我也是熱愛雜學校 我覺得在這世界可能因為我存在會稍微改變 然後你知道嗎 不然我為了那幾個湊錢在那邊跟你 對 我覺得如果但是如果我一直有個希望如果每個孩子每一個人都可以找他的熱情 你知道這社會有多強大 對 這個根本你知道你擋都擋不了他 嗯 真的 他要做一百個雜學校你也擋不了他 真的 真的 聽了很感動 沒想到你可以講出這麼有道理的話 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人生很短 然後其實你在工作跟痛苦時間裡面很長 對啦我們還是一直在探索跟找尋啊 我覺得我包括我現在都是啊 所以我也常跟年輕人分享說 焦慮就很正常啊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在不斷的探索找尋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到底有沒有找到 可是知道還蠻開心的 對 我覺得真的像校長說的焦慮都是正常 正常啊 而且像我們這種創業組織會越來越焦慮 而且王子跟公主從此不會過著 以前都說王子跟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的快日子 我們有婚姻的都知道吧 對啊 對啊 那個才真正探索跟挑戰的開始 人生沒有一勞永逸的狀態 而且成功不是說 你知道我們以前的成功好像就是 哦到那邊就成功了 嗯沒有 對吧 也不是說找到一個什麼工作 就成功了 考完那個考試 然後是結了個婚生了個小孩 對對對 因為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被賦予的價值觀是那樣 所以我覺得持續自主學習探索那很重要 對我覺得那個雜學校的活動 就可以讓大家仔細再去想一下 你看真的有很多很多你生活環境裡或是生命裡 根本不太有可能碰到的人 對 然後他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一起為了找自己或找更有趣的東西在努力 嗯 那今年是什麼時候要辦呢 哦我們在10月5號到7號三天 在哪裡 在台北的華山 1914 好那有興趣的讀者或聽眾很歡迎大家 還可以去旁邊小日子看看 哦對 去逛完雜學校可以來我的店耶 我整個忘記的事 你看你看我還幫你去行 是一個很好的套餐哦 而且他們沒有賣吃的 你可以來我們店裡買 對對對 好謝謝大家收聽這一期的幸福號列車 我跟校長在這裡跟大家說再見囉 拜拜 如果只有一次機會 該向前或後退 是指線或曲線 是勝利或後悔 讓兄弟冰著肩 泥土弄藏球鞋 讓子彈穿越防線 也許會受傷 始終信仰 能再次上場 走過無盡黑夜和暗翔 才能看見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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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过那道墙 背过所有人的阻挡 今夜我们却不退让 今夜我们一起拿下这一枪 如果这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场表演 最后一幕画面 最想要留住谁 是兄弟在身边 是观众在耳边 你追世界中间 也许会受伤 也许更强壮 手掌和肩膀 撑起所有巨大的梦想 决定再去闯 啊 耶 哦 等我飞过那道墙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在罗里之前绝不投降 无数思雨归寒 晚来一夜归晃 飞过那道墙 飞过所有人的阻挡 飞过所有人的阻挡 今夜我们却不退让 今夜我们一起拿下 这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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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